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步的手阻挡了我的去路 是谁杀了我 好痛哦 谁这么狠心 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唉 太阳公公 请您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呢 只好带着满身的伤痛去流浪 我好累哦 又好饿 只想闭上眼睛休息 天空中飘起雨来了 一丝一丝的打在身上 我望着天空 雨越下越大 怎么办 还是整个地方躲一躲吧 到了 前面有间房子 请你让我躲一下好吗 走开 这是我的地盘 原来那是别人家的祖先老鬼 爸爸妈妈 你在哪里 我又怎么办 下雪了 雪花纷纷落在我身上 我没有衣服 也没有鞋子穿 好冷哦 我的身子 静不住 打起寒盘 好 好冷哦 雪人 你 怎么都不怕冷呢 熬过了严冬 拖着疲惫的身躯该往何处去 只好在路上当孤悔野鬼 连街上的野狗都会来欺负我 每次狗看到我就会吹高了 咻 一颗足球滚了过来 后面追着一个小男孩 他又衣服穿 又有球可以玩 看起来又可爱又快乐的样子 他要去哪里呢 他又爸爸可以爱他 好好哦 摸着球 眼泪不知不觉的掉了下来 我好想念我的爸爸妈妈哦 爸爸 妈妈 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在哪里呢 无论路途多么遥远 一定要找到你们 终于到了这个温暖的家 咦 这不就是我本来要来的家吗 记忆中应该就是这里吧 我好想进去里面看看哦 哇 好多好吃的东西哦 我怎么都吃不到呢 有人在吗 为什么没有人来开门 拖着蛮山的步伐 漫无目的地在四处游荡 走着走着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月亮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请您告诉我 为什么爸妈不要我 我真的好难哭 我好恨哦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杀了我又丢弃我 哼 我一定会报复的 等我进去以后你们等着瞧 我要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玩具滚开 喝什么牛奶饿死算了 吓死你 哭吧 大声哭吧 看你们烦不烦 连你这只狗都比我幸福 真气人 看你们还能夺快乐 我一定要让你们鸡犬不灵 终于出了一口气 哼 我要让你们知道 抛弃我的后果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 都是你们逼我的 我只想让你们记得我 接纳我 爱我 可是不给你们一点警告 你们是不会想起我的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否则你们无法了解我所受的苦 越想越生气 我来了 你们惨了 进去看看你们 都是你错 过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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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堕胎杀了我 他知道自己堕胎的行为是不对的 重心地向佛陀忏悔 妈妈说 我愿意每天在佛陀面前 念经 做功德 求忏悔 佛陀说 堕胎的罪是最严重的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今后你要诚心地念经 忏悔 拜佛 做功德 才能化解你一生的罪孽 爸爸妈妈诚心地一起来向佛陀忏悔 爸爸妈妈不断地向佛陀顶礼跪拜 求智慧 祈求得到谅解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每天的忏悔 看着爸爸妈妈离开的背影远去 忏悔 好像很老用耶 佛陀好像已经原谅爸爸和妈妈的错 那我呢 是不是也要学爸爸妈妈忏悔 佛陀啊 你是否可以接受我成为您的弟子 你现在应该要学习放下所有的怨恨 你要原谅你的父母 他们已经知道错了 佛陀 我知道错了 想起我过去对他们做的事 好像也不对 好后悔哦 佛陀用慈悲的手 抚慰着我 受气我 加持我 我真的好高兴哦 佛陀愿意接到我了耶 我们终于离苦得了 先到极乐世界了 阿弥陀佛 许多的小鬼也因为爸妈为他们所做的超度 变成一朵朵的莲花升天 幻化成一朵莲花 我终于回到了佛陀的怀抱中 佛陀佛 我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你们想要弥补堕胎的罪过 请您怀着虔诚的忏悔心 打电话到中华护生协会 一生卫生胎儿超度登记专线 生命电视中华护生协会 以戒杀放生失实应经的功德 免费为您超度立牌位 电话03-989-8686 03-989-868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